国际人权专家看台湾,专心正义地雷多 台湾被誉为亚洲民主灯塔,深受国际重视 迈向民主的历程中,需要摆脱长达38年的戒严影响 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今年2023年7月底,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意大利等近10位的国际人权学者组团访台 参观228国家纪念馆,并也深入苗栗山区探访遭违法拍卖的太极门修行圣地 7月28日,国际人权专家受228国家纪念馆及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的邀约 进行参观与交流座谈会 学者对台湾政府同意建立一个记录历史滥用公权力的纪念馆 感到印象深刻 然而威权遗毒是否都已经清除的问题,则值得深入探讨 228事件最吊鼓的一件事情就是 收化水一堆,可是没有那个家人 那我要原谅水,那很奇怪 那等于社会,台湾内社会就是这样 证据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原因是,你不能复制任何东西 如果没有基于真正的证据 1947年的二大事件 其实它是出自一个查阴税征 还有它花的奖金的制度 一直到目前台湾的税务制度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税务奖利金 那这也影响到太极门案 为什么他一定要执行 因为他们是没有人管得到他们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状态 我们在我们的状态 要求更新的正确 尤其之后 尤其是选择 从一个状态 到一个不公主的制度 我们都爱着正确 台湾人们一定是正确的正确 尤其是一个论区 或论区或论区 或论区 要有所谓的权 是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地方 人们可以聘会 所以它变成一座地方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在这里 而把事件爆发于1947年 两年后台湾宣布戒严 太监门事件则发生于1996年 是后威权时期的人权侵犯案件 被监察院立为重大人权保障的指标性案例 最高法院于2007年判决无罪无欠税 但修行圣地却仍遭违法强行拍卖 收归国有 成为震惊国际的人权迫害事件 原本预计要作为七公武术学院等计划 也就被迫停止 如同国内外人权专家的呼吁 若要维护台湾民主声誉 就应尽速恢复太监门名誉 并归还土地 台湾政府当局应避免悲剧重蹈覆彻 落实民主法治精神